好,朋友们好,欢迎来到张木丽谈天树地的直播现场 那这个今天是2023年的2月25号 今天是礼拜六 我呢这个昨天本来想做这个节目的 但昨天我这个鼻子不通气 说话非常的辛苦 我也怕这个不断的打喷嚏 有点小感冒 但是今天我稍微好一点 我觉得我还要做这个节目 因为我们知道昨天是24号的时候很重要一个日子 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满一周年 但是2022年的这个俄罗斯就是出动了50万的军队 就入侵了乌克兰 当我看到消息的时候 是俄罗斯的空降部队已经在基辅 在夺取机场 夺取了基辅的国际机场 还有军事军用的机场 好像从这个当时的新闻看 说只有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 顶多一个月不到 那整个的乌克兰就会被完全的被占领 那好像他们的总统这个叫什么杰伦斯基就要逃跑 那在普京的眼中就希望建立一个傀儡的政权 亲俄的政权 然后这个战争基本就是差不多了 就像当时他们出兵捷克呀 或者其他地方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战争打到了现在打到了一年 那俄罗斯这种什么第三军事强国的神话也被打破了 那么被一个小小的乌克兰打到一年 打了个平手 打了个平手 他并没有占太多的便宜 但是这个战争究竟是什么样一种战争 这个战争给未来的世界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们基督徒该如何看待这场战争 你是站在乌克兰的一方呢 还是站在俄罗斯的一方 总而言之人们当发生这种战争 人们都会选择这儿站吧 那我也发现很多的基督徒是站在了俄罗斯的一方 那有的甚至用了圣经启示录 说这个哥格和马各啊 这个就是哥格就是俄罗斯 马各就是这个乌克兰是敌基督的 所以很多人啊 我也听有的牧师讲到讲到这个哥格马各啊 这个这个其实这些说法都是不对的 我们知道哥格马各是在启录二十章第八节 有这么一段话说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 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 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 那当然回到以西节书的第三十八章到三十九章 就讲到了哥格马各战争 讲的比较细啊那这两个讲法不太一样的原因呢 这个这个是指这个在千禧年来之前的一场征战 这场征战在圣经的属灵意来说 它是一场于撒旦的征战 那哥格马各是哥格的意思就是首领的意思啊 北方的首领 那马各呢就是指那个地方 指那个地方首领和地方 不完全我们把它影射到 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有些牵强啊 有些牵强 那所以呢 这个这两个地方是在犹太人的预言中 是表示代表着恶势力的 和反对上帝势力的代表词 那基本上这样的 这个哥格马各当然是负面的词啊 负面的 那么他们还不太同 以希杰书和启示录的讲的不太同 以希杰书说这个哥格马各从北方来 所以很多的牧师就是灵异解禁 说啊从北方来的 就是哥格马各 那俄罗斯乌克兰都是在北方嘛 对不对 那么启示录是讲从四方列国来 从四方列国来 那么哥格是首领 这个那场战争在圣经中说的 那么在启示录讲的 是二十章讲的是 撒旦是首领 那哥格就是撒旦的 同一词其实 那么以希杰书讲的是 他来抢夺财物 当时他们主要是抢夺财物 那么这个启示录讲的 就是攻击圣徒 攻击神儿女 那么所以呢 这个他有些不同 所以我觉得 当我们来了解圣经 关于战争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要 这个不能够灵异解经 当然圣经是反对战争的啊 那你说 那怎么圣经里那么多 以色列的战争 你要看战争 你判断他 对和错 我觉得最简单的两点 就是一个是侵略的 侵略的战争 一个是反侵略的战争 一般的来说侵略的战争 入侵别的国家 屠杀别的民族 这个都是错的 一般来说 反对侵略战争 为国战争 或者保护自己的民族的战争 都是对的 一般来说 一个宗教去 去 这个屠杀另外一个宗教 都是错的 那么 可是一个宗教 为了保护自己的信仰 来抵抗外敌的侵略 这个是对的 所以你做一个基督徒 如何来站队 这个很重要啊 那这个 我今天 我跟大家聊 这个一周年的 这个俄乌战争 一周年这个事 所以盼望朋友们留言 参加讨论啊 可能今天这个节目 稍微长一点啊 那这个一年 这个打断什么样子呢 可以说 这个世界的格局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地缘政治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各国家也都在 这个战队 发生很大的变化 那损失相当之大 全球的经济损失 预估是几兆 几兆 就几万亿 那死亡的人数呢 是基本是这样子的啊 我们看到 这个关于死亡的人数 估计 这是挪威的 权威的资料啊 俄罗斯是 士兵死亡了 伤亡了18万 士兵 出动了50万的军队 现在差不多 三分之一打没了 三分之一打没了 那乌克兰呢 大概 伤亡是10万士兵 比俄罗斯少 我们知道俄罗斯的武器 当然乌克兰没有 俄罗斯的武器好 乌克兰的军队 也跟俄罗斯没法比 对吧 但是呢 这个次战争 俄罗斯没占到什么便宜 还有呢 这个 大概啊 老百姓 伤亡了2万多 将近3万人 儿童的死了400多人 还有6000多儿童 被掳到俄罗斯 至于他们为什么掳到俄罗斯 进入什么呢 训练我们就不知道了啊 这是这个 关于关于这个战争的死亡 那世界发生了五大变化 关于这个战争 一个是欧洲 面临着战争的风险 那就是这个 还有呢 欧盟北约 强化了他们之间的团结 那新的铁木 可能会生成 当然经济局势 饱受重创 未来充满变数 对吧 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啊 一会我们会来分析 这个美国 中国 俄国 以及欧盟 他们在这里边的角力 在这个战争中的角力 乌克兰呢 面临着 灭亡的威胁 这是肯定的 我们知道乌克兰 跟俄国 这是历代就有仇啊 这两国家啊 那这个 俄国人是 总是欺负乌克兰的 俄国人是 你没有被他欺负的很少 你看中国 有没有被俄 俄罗斯欺负啊 有 中国被俄罗斯 抢走的土地 有600万平方公里 中国有900 现在有9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如果不被抢走的话 那么这个 江东六十四屯的 海兰炮啊 那到后来的什么 爱辉条约 一个一个的 平等的条约 在抢走中国的土地 600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中国 现在的三分之二 还要多 中国现在960万平方公里啊 如果 这个没有被抢走 中国有 1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那这600万平方公里 占俄罗斯 现在的面积三分之一 是从中国抢来的啊 那当旁边的波兰 被他欺负过 捷克 捷克很恨他呀 被他欺负过啊 欺负的很狠 所以捷克这次支持乌克兰 是这个 是非常给力的 这个不仅立场战的 也给很多的武器 我们知道捷克也不是 很有钱的国家 还有芬兰 也被他欺负 只要在俄罗斯旁边的国家 没有被他欺负 包括蒙古 也是被他占领了好多年 阿富汗 只要挨着他 他就不断的蚕食你的土地 俄罗斯人 很爱 爱抢别人的东西 这个就像强盗一样 对吧 乌克兰损失更重 因为乌克兰是欧洲的粮仓啊 俄罗斯过去 完全靠俄罗斯 这个他们的小麦 乌克兰的小麦 而且乌克兰这个民族呢 是他们原来是达旦民族 他的祖先 是非常英勇善战的 在二战的时候 乌克兰 也是成为俄军的最主要的 牺牲的一部分 他死的最多 乌克兰死了四百万人 二战 跟那个希特勒打的时候 是俄罗斯所有的联邦共和国 死亡最多的 比例最高的 所以乌克兰历来都被俄罗斯牺牲 所以当91年 他们分家的时候啊 这个那个91年 这个苏联这个解体了 乌克兰独立了 独立的时候呢 戈尔巴乔夫 给了乌克兰很多的优惠 好处 因为 苏联很多的核武器 也都在乌克兰 乌克兰 他的生活水准 要比俄罗斯要低 所以因为他农业为主嘛 就农业和军事工业 其他的没什么 那么这个后来独立的时候 他们乌克兰就听从了俄罗斯和美国的建议 俄罗斯和美国两个大核国 核国家 包括可能也有中国 三个大核武器的国家 就告诉乌克兰 你要销毁所有的核武器 乌克兰就把所有的核武器都销毁了 当然拿到了一些钱 好像是两千万 多少美金呢 很少啊 是两千万是二十亿啊 我记不太清楚 反正给了钱了 这个给了钱了 俄罗斯保证 如果哪个国家可以用核武器袭击你乌克兰 我们就用核武器保护你 就这个保证的国家开始 叫吞并于乌克兰 所以这个世界的 这个政客的话不能信 乌克兰有点傻 当时就不应该销毁所有的核武器 就该保留一些核武器来为了保护自己啊 但是乌克兰 当九一年跟俄罗斯分家的时候 他们就慢慢的靠近西方 他们一直希望加入的欧盟 或者成为北约的一个成员 加入的欧盟 他觉得认同他是欧洲的人 那么这个俄罗斯是很讨厌这件事情的 如果他加入欧盟 他加入北约 那么这北约的力量就进入到俄罗斯的门口了嘛 那俄罗斯就觉得这个有点危险 所以他们就 胁迫乌克兰 不要加入欧盟 那么但是乌克兰这个时候已经不太讲俄语了 过去他们俄语是通用语言 后来他们就不讲了 他们就开始讲他们乌克兰的语言 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广东或者台湾 他们讲台语或者广东话 但是官方语言是普通话呀 可是如果有一天中国走向这个邦联制了 联邦制了 可能人家就会转向人家自己的语言 对吧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这个乌克兰就 俄罗斯就不爽 就不断的发生冲突 不断发生冲突 最后 那普京就想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 普京呢 这是个政治狂人 这个人是个科哥伯的人 你想科哥伯的人的训练 对吧 当年他拿到了这个 俄罗斯 白俄罗斯乌克兰分家以后 包括那些小国家 什么立陶宛呢 拉脱维亚呀 这些小国家独立之后 俄罗斯其实在走向一条民主的路线 从那个 这个 戈尔巴乔夫结束了 到伊尔卿上台以后 一直推动着 他的比如信仰自由啊 宗教信仰自由 言论自由啊 那么然后也宣布 共产党是非法的组织啊 然后他们就 采取选举的民主选举 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 可是这个被普京破坏了 伊尔卿把权力交给他的时候 也有自己的私心 我看过啊 那本书是写到伊尔卿 教伊尔卿有点小贪污 贪污多少 好像有几套房子吧 也不是特别多 还有点零花钱 因为那时候这个 那个钱非常的 卢布非常的这个低啊 戈尔巴乔夫的退休金是 2000卢布 当时可能在戈尔巴乔夫 拿着2000卢布 伊尔卿给他定这个退休金的时候 大概相当于美金的 6000美金 差不多这样 2000卢布 后来这个俄罗斯的经济不好 呱呱跌下来 2000卢布相当于不到10美金 好像4美金5美金 所以这个戈尔巴乔夫 成为全世界最穷的 这个下台的总统 所以就没办法 就得写字段啊 做广告啊 演电影啊 出节目啊 来吃饭 那伊尔卿也就贪污了一点钱 他跟普京达成的协议 普京上台 保护不追讨他的责任 就给伊尔卿一个特赦 所以他就交给了普京 没想到普京上来就不下去了 不断的这个 就像今天习近平似的 上来就不下去了 就可以把改革开放 把这政治改革的所有 他的民主的俄罗斯的 全部给改了啊 他是当然这个 那个叫什么 他的助手 叫摩德耶杰弗什么的 上来了做了一届 又下去了 维德耶杰弗 他又上来了 后来他又把女儿 嫁给了这个哥们 他们就 成为他们这个天下 又回到了极权的统治 他当然他有理由 他说你给我20年 我给你个强大的俄罗斯 可是20年是四届呀 因为他的一年是五届 五年是一届 20年是四届 那这就 就一下就把两 两届一换 两届一换人 两届一换人 这个 这个给推翻了 推翻了 那像中国原来是两届嘛 相对名是两届嘛 这个十年 然后胡锦涛十年 到老习也该十年 到老习就给改了 就不想退了 老习就绝对不是再管五年的事 老习是想管得死拉倒 对吧 这个很清楚 看他想成为中国的普京 那么在俄夫战争 这个一周年的时候 我们知道联合国前几天 通过了一项 决议 就是要求 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 立刻撤出 这个决议呢 这个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投票的结果是141票赞成 7票反对 还有几票弃权呢 这个 对32票弃权 那么就是支持的很多 支持的包括美国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欧洲的所有的国家 什么包括土耳其 包括日本 包括阿根廷 那这些就 都是要求他撤军的 那么弃权的国家 包括 我们最了解是中国和印度 所以中国是弃权的 不表态 印度呢 为什么弃权呢 印度跟俄罗斯 虽然跟中国关系不好 但跟俄罗斯关系很好 随到很多能源的问题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决议呢 没什么大用 说实话 这个 俄罗斯根本就不执行 那反对的 当然就是这个 俄罗斯 白俄罗斯 叙利亚 朝鲜 还有两个非洲的小国 总共是 7票反对吧 7个国家 那这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永远站在一起 那这个 这个表决 联合国现在就是 什么都没用 因为联合国 他的决议 这种决议 是不带有这个 这个 这个怎么说 不带有强制性的 就是 软绵绵的 哪里的决议厉害呢 就是 安理会 联合国的 安理会的决议很厉害 可是联合国安理会 那有一票反对的 就不行 他通过任何的决议 必须全票通过 那俄罗斯在里面 他当然反对啊 那他怎么能通过呢 中国就一定是弃权的 那这几个国家 所以 联合国 基本上现在变成一个 没有什么是非的地方 我觉得联合国应该取消 或者重组 这个安理会也 也不应该这个 把这个 发动战争的人 放在安理会里面 我觉得俄罗斯应该被 从安理会中 清楚出去才对 我的立场很清楚 我是反对战争的啊 反对人 因为战争就是罪 战争 不是神的意思 战争是 撒旦的意思 战争是从罪而来 我们知道 第一次人类的凶杀 写到 创世纪 就写到这个 这个 该隐杀了亚伯 这第一次战争嘛 对不对 流血嘛 所以上帝是不喜悦的嘛 那 你觉得该隐杀亚伯 是神的意思吗 绝对不是嘛 可是 是人的罪 是人 亚当 夏娃犯罪之后 产生的结果 就是凶杀 然后就是战争 国家跟国家之间 解决不了了 谈解决不了了 谈不妥 我们就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 这是错误的啊 所以我反对 俄罗斯侵略 乌克兰 很多的基督徒觉得 乌克兰 腐败 这个国家腐败 怎么该打 那个不是这样子 腐败 由他们国家的民主制度来解决 制度来解决 那你说中国不腐败吗 中国更腐败啊 那你说美国立刻就出兵侵略中国 这个也有点说不过去 他也不会采取这种方法 对不对 他还希望你中国人自己起来推翻的腐败政府 战争 我们判断一个战争 正确和错误 就是看 谁发动的 谁发动的 另外 在哪里打的 如果你在俄罗斯国家打 这个是乌克兰的错 在乌克兰打 那就是俄罗斯的错 没什么说的 大家一定要 这个 是非 简单的是非要了解 这是常识 这叫常识 所以很多我们 中国人不愿意懂常识 是因为我们的常识都被欺骗了 我们都是以 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 自我中心 来判断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那我们知道 当这个战争发生到今天的时候 普京也讲话了 在这个一周年之前 那普京 这个 就 就在这个 他们的 他们叫联邦会议吧 联邦议会吧 就像我们中国的人大常委会 人大委员会 常委会啊 或者美国的国会 他发表讲演 这个叫国情咨询 我们知道前几天 拜登也在美国国会发表了国情咨询的讲话 那普京也讲了 那普京讲这个 他这个讲话呢 就是我看了 我觉得人没有这么无耻的 太无耻了 就跟希特勒讲话是一样一样的 这怎么这么像呢 这个普京可以成为被今天的希特勒 那么他说什么呢 他说 我们的军事攻势已经一步一步的 这个 胜利了 我们 这个已经是掌握了 主动权 然后呢 他把这战争的责任推给了 美国 和西方 他说是他们的问题 他们的问题 他说 这个 这个 美国和西方的支持 是他们发动的这场战争 自己打人家 说人家西方 发动的战争 对吧 所以他就说 西方的支持助长了乌克兰冲突生机 导致受害者人数增大 这个完全应该由西方承担责任 莫斯科是竭尽所能 然后真正的穷尽了一切的手段 以和平方式解决乌克兰的问题 你触动了50万军队 你炸死了那么多人 天天轰炸 现在又是50万军队的集结 你是以和平方式解决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独裁者也好 这些 正是狂人也好 撒谎 他都不打草稿的 真的不打草稿的 他说 如果 他们不这样的支持 战争早就结束了 那就一次乌克兰 偷降了 那战争就结束了 那就像日本人说 中国要偷降了 那战争就结束了 那你中国人会同意吗 对不对 不是这么个情况嘛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普京说 这个 这个 他说 我们从来没有想从乌克兰 吞并领土 怎么样怎么样 他说这个乌克兰这个总统 现在向西方 乞讨 没有任何的效果 然后 这个 反正他说了一大堆 讲了两小时 然后 这个 讲到这个 他说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就是乌克兰 如果不抵抗 战争就结束了 就不会再升级的 如果 他们再抵抗 美国如果这样的 西方在支持的话 他不排除 使用最后的手段 用核武器 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 欧洲的 分析家 在分析说 普京最后打不下去了 打的 因为这个 不想输 这个人 他输了 他就完了 他就会被国际 法庭来审判 所以他可能 就用核武器 来解决问题 有可能 有可能 那这个 所以呢 基督徒要祷告啊 那谁首先 使用核武器 那肯定这个 这个是错误的吧 对不对 中国已经宣称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美国也会这样子的 那俄罗斯 现在 他过去 也是这么宣称的 当然现在 他要用了 他打不过人家了 对不对 打不过了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 美国的总统 也突访乌克兰 在几天前 也在这个 一周年快到的 拜登突访乌克兰 拜登突访乌克兰 也是出乎意料的 他没有说 他要去乌克兰 没有说 他到了波兰 在波兰访问时 突然间就进了乌克兰 那而且呢 可能 他到乌克兰的时候 我觉得 摩斯科已经知道了 所以 俄罗斯的 电视台 有一个女主播说 为什么不 空袭乌克兰的基辅 炸死拜登 把这个老家伙 炸死得了 那这个 当然这个 还是不敢了 我觉得他 这两天 当普京访基辅的时候 基督没有被空袭 我觉得 苏联也不想 把事惹大 如果他敢炸 这个拜登 拜登也敢炸他 对吧 他敢炸拜登 你像川普总统 你炸派川普 川普早是给你什么 就斩首行动 给你炸了 拜登也 虽然 在国内很软 搞什么搞不定 但是在国际上 这个 这个战争中 他还是力挺的 力挺的 然后到那一下就给了 五亿 美元的援助 说 哇 这个大撒币 其实五亿美元 没多少 五亿美元 美国人 就一人还拿不到两块钱 没多少钱 你知道前几天 习近平给伊朗多少钱 给了六千 四千亿 四千亿美元 不是人民币 就在中国的白法运动 这个武汉的几万的退休人 没有退休金的时候 没有这个退休医疗保险的时候 大连 那这个总共加起 他一百多亿 所以他们就给没收了 不给了 给了很少 过去是给两百多 先给八十多 你想给这个 伊朗就给六千亿 四千亿 这四千亿 你就拿出 四十分之一 你就解决了老人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医疗 医疗的问题了 就这么点钱 他都不给 他给外边 另外伊朗这个国家 对中国历来就不太好 不是很好的 他给哪的钱 都给的很大方 这个援助 搞不懂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他是哪国总统 这个或者中国人 就败家子吧 有这么管理家庭的吗 没有吗 对不对 家里人穷得要死 学生 没有学费 然后 老百姓没有医疗保险 然后退休 没有退休金 对吧 然后就大量的钱 撒出去的钱 现在加急有上 可能都有几万亿了 上万亿了 这真的搞不懂 我不知道这怎么 那拜登给了五亿 在美国也会有人批评啊 拜登说 在乌克兰 他去 其实很清楚 就是表态嘛 他就给一个信号嘛 就说 我告诉 这个俄罗斯 美国 是要彻底的 站到乌克兰这一边的 没什么说了 就是这个 如果你 再发动大的击炼 那美国会有 更强烈的反应 除了经济的制裁 还有军事的支援 当然这个里边 也是我们在谈中国啊 这个 当然了 在这个战争的时候 这个村地的攻势的时候 这个 拜登就去了 鼓舞了 乌克兰军队的士气 这个是肯定 这个信号是给他们 很大的鼓舞 很大的鼓舞了 所以呢 这个 泽连斯基说 我们有信心 赢得这个春季的战争 今年的战争 我们有信心 来赢得这个战争 所以 拜登就说 乌克兰民众 是英雄 英雄 我说了 美国人不太把英雄 给别人的 那这次他给了 乌克兰的民众 中国也没有销定 在时候中国也出场了 中国这出场 跟过去不太一样 还比较高调 过去呢 这一年 中国一直保持中立 拒绝 谴责 俄罗斯的侵略 所以他不站在西方那边 那他也 这个 在所有的谴责 联合国谴责 俄罗斯的 提议上 都 投 弃权票 所以他是 骑墙的状态 虽然说 在 之前说 普京要打 乌克兰的时候 曾经去中国 跟习近平 谈 习近平表示 对 普京的支持 没有上线 没有上线 但是他发现 他没有打下来 陷入了这个战争的泥招 这个时候 他就不表态了 他就观望 可是在 最近 我们看到 中国的动作 有点大 就不仅是观望的问题了 这个 可能 是要站队了 因为 这个 王毅 中国的 最大的一个外交官 原来外交部长 王毅 他就 访问了欧洲以后 就访问了 俄罗斯 当然有人说 这个 他是22号去 见了普京 2月22号 三年前 他去了 大家都 分析 他是要 给习近平 访问 俄罗斯 跟普京的 这个 普希会 来 谈这个 这个 铺垫 都会有一个 最高的外交官 去来做这件事情 两个大国的领袖 要见面 那么 这个 普京 这次的 王毅去 普京 对他的接见 是在 克里姆 林宫 接见的 这个是 超过了 过去 俄罗斯的 外交的 一个礼仪 过去 普京 见各国的 外交官 都不在 克里姆林宫 不在 克里姆林宫 这次 他直接 国家元首 在克里姆林宫 所以这次 在克里姆林宫 来见的 这个 这个 王毅 王毅 现在是 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 是中国外事办 主任 外事办公室的 主任 这个是 比外交部长 还要高半格了 这个 比国务院 副总理 矮半格了 属于这样一个 角色 但是 王毅的风格 就是战狼 外交的风格 对吧 王毅 见到 普京 讲话 跟他谈话 我看了 这个视频 带着耳机 同声翻译 王毅 王毅讲话 还是蛮清楚的 他说 这个 他 他对 这个 普京 讲了一段话 这段话 是 这个 海外都在报道 他对普京 说 当前的国际形势 复杂严峻 但是 中俄 关系 历经 国际 风云 考验 成熟 坚韧 稳如 泰山 那就说明 他们这个 关系 现在一看 中共已经 选边站了 要站到 俄罗斯的一边 因为 成熟 坚毅 稳如 泰山 对吧 这个 所以呢 这个就 这个表态很重要 这个 现在在 普京 是属于 这种 怎么说 普京是 得罪了 所有的 过去 西方的 盟友 得罪了 美国 得罪了 欧盟 得罪了 很多的国家 就为了 这个 吞并乌克兰 所以呢 他现在可以说 孤家寡人的时候 这个 王毅的 这段话 哪 犹如春风 这个 使这个 普京 觉得 打了一个 强心计 普京就 就非常的高兴 普京也说 今天的国际 关系很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 俄罗斯之间的 合作 对稳定 国际局势 具有 重大的意义 那两个人都是 这个 谈得都挺高兴 这个 所以呢 他说 我非常期待 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 在春天访问 俄罗斯 两个人 这个 所以呢 这个 这是未来的一个 变数 这个变数 所以呢 前几天 我看到新闻说 美国已经 发现了 中国给俄罗斯的援助 不仅是在经济上 经济上 你看俄罗斯 现在国家跑的汽车 一多半都是中国汽车 中国的汽车到美国 一个都进不来 但都在俄罗斯呢 美国是达不到标准 不让你进 他们就出口到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现在 经济上一塌糊涂 当然他也换石油 换天然气和石油 还有这个军事长 给了 据说给了一些的 非常重要的支援 那什么样支援呢 是武器 武器 中国的应该是 没有俄罗斯的好 俄罗斯的武器 应该比中国的好 但是呢 这个可能子弹的 炮弹的 这些东西可能 给很多 还有什么芯片呢 他们在美国进口的 转过去的都可能 那这个支持 会影响到 中国与西方的关系 尤其与美国的关系 那在这个时候呢 中国呢 也向联合国提出来了 这个十二条 关于解决 乌克兰危机的 中国立场 这个人民日报 前天已经登了 全登了 十二条 第一个就是 尊重各国主权 第二个是 贫气冷战思维 第三是 停火止战 第四 解决人道危机 第五是启动核弹 第六是 保护平民和战俘 第七 维护核电站安全 第八 减少战略风险 第九 保证粮食外运 第十 停止单边制裁 第十一 确保产业链 供应稳定 第十二 推动战后重建 这个 看着说了一大堆 但是美国的国务卿 这个布林肯就说 只要一条 你尊重一条 就尊重各国主权 这战争就结束了 尊重各国主权 中国的意思是 美国要尊重 这个俄罗斯的主权 怎么样 可是你俄罗斯 没有尊重乌克兰主权啊 如果你尊重了这个主权 你这不战争 不就结束了吧 后边说的都是废话 就是第一个 他根本就没有被尊重 没有尊重这个主权 所以写了十二条 那西方 也有几条 那就是 当然 停止战争 这个 然后 要 这个 审判 战犯 然后赔偿 战争赔款 那这个普京当然不敢 把他放在海牙 法庭审判 然后赔款 他赔 他赔乌克兰 说他们的能源 卖一百年赔个乌兰都不够 乌克兰现在被他打惨了 那个整个的城市都被毁掉了 所以这个这个他赔不起的 所以他当然不会停火 他也不敢 那面对这个问题 我觉得 如果中国倒向 俄罗斯一边 甚至像毛泽东当年支持 朝鲜战争的时候 出了志愿军 怎么办 有没有可能 从习近平的形势风格看有可能 有可能 不是不可能 他做的事情都是不太正常的事情 现在呢 如果中国把武器或者公开的站到俄罗斯一边 那就会导致着中国的经济破产 你看 所有的外资都得撤离 因为这个国家 美国和西方要制裁他了 那样 你就无法做生意 你产的产品西方也不要了 美国也不要了 那你只能卖给俄罗斯 俄罗斯的跟中国的贸易 只有一几千亿吧 好像原来是一千多亿 那这个 美国的是四万亿 对吧 美国 美国是六千亿 六千亿 那他 他都不到一千亿 差六七倍 那你这个跟西方总共加几 好像一万亿 你的外贸外贸出口 跟俄罗斯只有一千多亿 十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你这个经济上就会垮下去 对吧 这肯定的嘛 那如果 中国跟俄罗斯联合到一起 军队大概加一起有四百万 差不多四百万的军队 这个乌克兰只有二十万三十万的军队 打到今天这个样子 如果那个时候又打起来了 整个的西方都出兵了 那我觉得俄罗斯和中国 那是打不过的 那这个最后用核武器 那人类就不能毁灭 毁灭是毁灭不了的 但是这个你打不了那么多 你打了几个人家出了拦截的 人家就发了 所以谁损失惨重还不知道 所以这个 基督要祷告 不让战争的扩大 希望最好的方法就是 中国提的第一条 尊重毁灾国家主权 俄罗斯撤兵 这就解决了 这就解决了 所以呢 我劝我们在我的能听到的心 你如果是基督徒 拒绝参战 如果你是中国的基督徒 拒绝参战 拒绝参加志愿军 对吧 这个我觉得这个 因为跟你没什么关系嘛 这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事情 你要出兵干嘛 没有意义嘛 对吧 那你出的兵都是 雄人的老百姓的家庭 那中央的这些领袖的家里边 会出兵吗 我觉得 习近平不会像毛泽东 把毛岸青都派到战场去吧 他不会 他也没 他就这么一个女儿 他更不能 对不对 你看吧 可能连个 连个这个 中国连个省级以上官员的孩子都不会去俄罗斯打仗 都不会的 打仗都是农家子弟 百姓最后 死的都是农家子弟 都是农家子弟 所以我觉得基督徒 拒绝参军 拒绝这个参加这个 什么志愿军之类的 当然这个战 俄罗斯的一个战争呢 中国的 这个选边站 王仪的这个表态 包括三月份 如果习近平去 一批诱坐在普京的旁边 他们哥俩合作了 这个就麻烦了 首先 跟美国对立了 跟欧洲对立了 这个欧洲对立了 那这个 然后呢 我觉得 站到了错误的一方 这个有 如果这样的话 台湾得力了 那这个台湾的危机就会解除 所以台湾也会使美国 欧洲 更加的支持台湾 支持台湾 所以这个 这个我们 我们就看这个事态的发展吧 所以 对我个人来说 反对战争 呼吁 俄罗斯 退兵 他当然他也不会听我的 我到俄罗斯的时候 他就把我抓着 那不是苏联 就把我关到监狱里边了 所以我觉得 中国这种 就中国在这时候 最聪明的选择 是站在正义的一边 你即使不站在美国和欧洲的一边 你也是应该 反对 这个侵略的 对吧 因为中国经常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 我们尝过被别人欺辱的这种滋味 从近代史到这个抗人战争 对吧 我们常常 我们东北人更知道 苏联红军进东北 给我们东北带来的伤害 有多大 中国现在就应该 这个帮助乌克兰 我觉得 然后等到俄罗斯被打败了 解体了 我们就要回我们的这个海兰炮 江东六十四屯 他所侵占的所有的关于中国的领土 拿回来 他那是没有能力了 那我们就可以拿回来 这个才对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我节目 就是跟习近平关于好的 可以给他传递一下我的信息 这个是正确的选择 好的 今天这个节目就做到这里 我看有朋友们的留言 我看 看一下啊 我们可以 我可以回答这个 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啊 看看啊 还留言的不多 留言的不多 这个有人说最好不要 不要讲了吧 应当不讲吧 就不要讲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 我们谈念说地嘛 这个天谈地上的事情 我也会谈一谈啊 这个 所以还是讲了啊 这个因为一周年 全世界发生这么大事 基督徒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 很多基督徒 身在真空中 躲在教堂里 外面是都不关心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这不合物圣经啊 圣经给我们有文化使命 那就是管理 看守 上帝所创造 管理看守 上帝所创造 这个说 独裁者总是把黑的说成白的 中共也一样 是是是这样子啊 这个说哪边都不选 都不是好东西 这个是 一个朋友的回 这个 好 这个说国内百姓苦日子到了 没有错 好的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啊 愿上帝祝福 每一位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你们 这个 参与讨论 留言 推广 点赞 订阅 上帝 上帝祝福 大家周末愉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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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